一個人走得快 一群人才走得遠 我們希望台灣是一個 美麗島或謀殺 而不是一個兵兵戰略之地 或是一個大傻兵 喊口號 然後再留尺寸 製造困裂製造成人 這不是我們需要的證 奧地有沒有台灣發生了什麼事 台灣在裡面有 這個就是問題所在 另外一個更嚴重的 破壞 台灣政治上最大名 政治其實就一年之間 這八年幹完 下一任政府一上來就 2.2兆2千億的 債務要出 天啊這怎麼應付 政治就是找回良心 良心不見 有助給我道高 你怎麼幹出這種事 你在黨BAT進來 你還會在護航高段 搞什麼鬼 現在的政府對得不做 不對得只做 他很感動 火皮倒嬌的事做一大堆 一個發工快銷要花40年 那你乾脆說 等到反攻大陸以後 台灣不是沒有錢 因為你是錢軟花 不要貪污 所以我們先回扯 這個當年齁 陳佩琪還生男女同步的時候 如果總要找一個地方可以 常常遇到 後來我們就發現 因為當時我們台大醫院 要來慈激醫院 住院醫師外派要一個月 所以我們兩個人就會 因為我在外科他在小兒科 所以兩個人想辦法把那個 要派到花蓮的時間 一到一樣 所以兩個人都要去調 去跟同伴去換時間 所以我印象中 我在花蓮跟陳佩琪一起 大概有兩三個月 都在這裡 在那之前我幾乎沒有來過花蓮 所以對花蓮第一次來 在那個等一代他女朋友的時代 都是在花蓮度過的 所以這個地方對我來講是有 特別感情的 那 花蓮他在台灣的這種 人口學上他有一個特色 他剛好是 所謂的本省人、外省人、客家人跟 原住民 剛好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四分之一 所以如果我們說台灣要成為一個 貨物園開放的社會 其實花蓮就是最好的莫頭 那後來我發現 在花蓮 也是所謂的四大尊群 平常都可以相當和諧的在一起 所以如何把花蓮的這種 社會 奉農社會的精神 擴展到全台灣 我想這的確是 我們要去思考 那我常常在講 一個人走得快 一群人才走得遠 可是這一群人要走得遠 並不是說不和之中 他還是要一個有 具有共同的價值 理念的 辦法形成一個真正的團隊 才可以一起走得遠 那麼我在今年5月20號的時候 宣布參選這個 我們中華民國的總統的時候 有特別講了四段話 我們希望台灣是一個美麗島 呼和謀殺 而不是一個 就好像外國媒體在講 是一個兵凶戰友之力 我們希望台灣是一個 團結和諧的國家 而不是一個分裂仇恨的國家 我們希望台灣 是中美對抗局勢下的一個溝通的橋梁 而不是中美對抗下的機制 更重要的 我們希望台灣 台灣是由一個清廉行政 愛民愛鄉如的政策領導 而不是一個大撒幣 喊口號 然後在劉石村 然後也很努力的在我們這個社會裡面 製造分裂製造成 這不是我們需要的證 那麼 台灣在亞洲 我們常常可以看看我們四邊的國家 現在兩千年以前 台灣是亞洲四小龍第一名 領先新加坡 就是二十幾年下來 台灣反而輸掉了 很明顯的輸給新加坡 我看現在恐怕被踢出這個亞洲四小龍 連最後面都怪不行 可以踢出第一名 那到底有沒有台灣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時候我們去思考 我們以前是領先的 我們現在反而輸掉 就我個人的觀察 兩個主要的原因 一個是齁 在兩千年以後 台灣再也沒有長期計畫 我每次在演講當中 問台下的人說 欸那個 你講那個十大建設 你會想到什麼 幾乎所有人都想到蔣經國 我說齁 這個就是問題所在 這表示說 在蔣經國之後 台灣再也沒有十大建設 事實上我們這種重大建設 我想要有相當堅強的意志 然後去把它實施掉 因為我常看花蓮這一代 花蓮台東這一代 其實你想想看 花蓮到台東 兩線道的公路 要變成四線道的公路 變成花東快 你知道齁 有需要花四十年嗎 而且還有一個問題 越早做人越便宜 為什麼 因為土地徵收比較便宜 你當年做HG 一、兩百億就擠掉 都是十分年前 哇現在要完成那個安安土地徵收費 就不得了 所以常常是這樣 為什麼會沒有長期計畫 因為每個政府想的都是 這一關就過就好 選票先騙到再講 所以沒有人願意靜下心來 把一個工作人 只問說他是不是對台灣社會必要 然後很堅定的去執權 所以花東快 這案子就很清楚的看出我們國家的問題 這一條道路需要花四十年去處理 為什麼每一陣政府都 明明知道他需要做 大家就偷偷偷偷偷 偷到現在還沒完成 而且我認為會越來越困難 因為那個徵收的費用越來越困難 還有居民抗爭的程 還有點啦 黃乎蓋越多 你以後就越來破關 對不對 所以第一問題是 我們台灣失去的長期計畫 第二個是 另外一個更嚴重的 文官制度破壞 絕對不可以說換一個總統 要換五、六千人 這要不行 這等於整個 你想想看 頭坦掉 再接上去 神經要接起來多少時間 所以應當是這樣 國家不管你們那個 政黨輪替 上面換 其實整個文官制度 還是要讓它健全 所以缺少長期計畫 跟文官制度破壞 這是台灣政治上最大的問題 那當然啦 很多人問說 那如果你自己上來 你想怎麼做 我倒覺得是這樣 政治其實就一念之間 你要改變它 一瞬間就改變 我常常說 陳山計畫八千四百億 黃毅特別預算八千四百億 還有小英 任內 現在跟美國已經簽訂了軍 或是一兆 這三條錢就補 而且我們用這種特別預算 去補預算 目前我們台灣特別預算不算預算 我說特別預算可以不用還錢嗎 如果你特別預算可以不用還錢 那你就不要算預算 明明特別預算 你借的錢還是要還 我們這三年在小英這裏 特別預算總共發了兩兆四千億 其中有兩兆兩千億是用貸款 借款 我跟你講 他這八年幹完你知道 下一任政府一上來就有2.2 兩兆兩千億的債務要出 這天啊 這怎麼應付 所以常常是這樣 這就是沒有長期計劃 其實沒有長期計劃 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出在哪 我在當市長的時候 我們平常開會 還是會吵架 因為對那個政策 我們跟我們看不一樣 每次我們這個 我們在市長市會議 我們每天七零飯組織開會 在討論說 這個到底我們應該 這麼多政策我們要選哪一個 每次有爭執的時候 我問一個題目 常常大家就不講話 我說 如果 我們五十年後 再回來看現在 現在應該怎麼做決策 每次人家問這一句話 答案都很清楚 所以 不要為了長期的利益 犧牲掉短 不要為了短期的利益 犧牲掉長期的利 不要為了少數人的利益 不要為了政黨利益 跟國家利益 其實你每次在討論 我說好 我們有五十年後 再回來看現在 我們現在應該怎麼做決策 答案很清楚 幾乎會有 會有那個叫 整理的就不說了 所以是這樣 其實政治就是找回良心 那你都知道五十年後怎樣阻斷 我們現在怎麼做 對五十年後的台灣比較好 你都知道現在應該要怎麼做 那你現在為什麼不要這樣做 所以我們這個良心不見 所以政治喔 有時候講起來它也蠻簡單的 找回良心 那你的良心在哪裡 我媽媽來講 所以這位政筆 良心都叫我告假 總會搞出高端疫苗這件事情 我實在是無法理解 在疫情那麼緊急的時候 總會去擋BNT進來 所以 所以 明白的確 良心叫我告假 你總會幹出這種事 想怎麼那麼奇怪 疫情爆發已經在死人了 已經這麼嚴重的狀態下 你在黨BNT進來 你還為了要護航高端 搞什麼鬼 我們當政治人 怎麼會連 人民的生命都這種態度 所以要跟大家講喔 常常我在政治上會講一大堆 講什麼國家的願景 其實我跟大家講 想著我們要留下一個 什麼樣的團結相關 然後想著說我們今天怎麼做決定 50年後台灣會比較 然後想著說 我們在良心上面應該怎麼做 這樣就好了 所以我兩個政治沒有你們想像那麼複雜 因為我自己當過台北市長八年 我非常清楚 政治真的就只有三個原則 對的事情做 不對的不要做 認真做 我每次講人家說 這麼簡單 我說是啊 對的事情做 不對的不要做 認真做 你看看現在的政府 對的不做 不對的一直做 然後很懶惰 啊對的他也沒有認真做 啊不對 我們每天都 胡搞瞎老 不然那火鼻倒灶的事做一大堆 你對的事情也沒有在做 看起來又很懶惰 一個發工快銷要花40年嘛 我就不理就好 40年 那你乾脆說等到反攻大陸以後 對不對 該做就去做嘛 認真一點 還有一點要跟大家講 每次你知道 我們說要做什麼事你知道 那些公務員常常會用一句話 賭我們 他說沒有錢 我剛去當市長的時候 我每次說要做什麼 公務員也是跟我說沒有錢 後來我當市長 我前五年還了570億 後來再也沒有公務員敢 在我面前講這句話 我說我已經還了570億的 怎麼又沒有錢 後來就 所以我當市長從來沒有缺過錢 其實我跟你講 台灣是寶島 你要知道台灣在全世界經濟排行榜 是第20到22年 20到22年之間在飄動 台灣不是沒有錢 台灣的問題是錢緩花 我剛才問他三條錢就好 錢占8400億 黃毅特別一占8400億 軍火少 美國的軍火 這三條就破了 這三條如果省一點用 你想想看喔 隨便講啦 錢占8400億 可以做多少事情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很誠懇的跟大家講 台灣當然有很多問題 外面的內在的很多問題 其實只要認真 認真做事 不要意識形態太強 最重要的 不要貪污 這樣就好 這樣每天認真做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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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們台灣還是可以 跟新加坡一樣厲害 馬上可以追上去 因為沒有理由台灣人比新加坡很笨 也沒有理由台灣人比新加坡很懶惰 沒有啊 而且20年前我們是贏他 怎麼20年後輸掉 搞什麼鬼 一定是政治上有什麼問題 所以我們就是 對的事情做 不對的不要做 認真做 每一個人每天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每一個都做好 合起來就是國家最大的力點 這樣的話我們台灣就會每天進步一點進步一點 最後變成一個 不要進步的國家 今天非常謝謝大家來參加選擇自由會 還是那句話 一個人走得快 一群人才走得遠 可是這一群人不能是物合之中 它是一個共同的價值理念 它才形成一個團隊才可以走得遠 那我們的價值理念是什麼 再講一遍 不要為了短期利息這長期理念 不要為了少數的利息這多歲理念 不要為了政黨利息這國家理念 隨時想著我們要留下一個什麼台灣的下一代 剩下就是 對的事情做 對的事情不要做 認真做 然後理性務實科學 理性嘛 不要每天喊口號 理性 務實嘛 我們每天它是遇到很多物理要解決 務實去把它解決 大家都要講究科學 還是要讀書 理性務實科學 剩下 當然正直誠信也是我們的基本原則 行就行 不行就跟人家說不行 大家也可以知道怎麼應付 不要每天鬼扯 其實這樣 這有沒有例子 有啊 如果2025說要揮核家園 不行 如果說我是總統 我就跟老百姓講說抱歉 我們曾經有那個理想 但是現在很沒辦法 因為再生能源追不上來 你再生能源追不上來 這部設置的速度沒那麼快 你2025把核營關掉 中間那個缺電要怎麼解決 難道真的要用愛發電嗎 不可能嘛 這不行就不行 這笨老百姓講說抱歉 我一開始講說要2025 現在不行 所以我們 我們 要調整 這樣就好了嘛 所以我們很希望你知道 台灣只需要一個 講實話 然後可以很誠懇的跟排名人民講說 我們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怎麼去解決它 大家討論 用個最科學最有效的方法 去把它解決掉 也不要再講一天改變這個國家 我們就每天做一點做一點做一點 不斷的進步 每個都進步 合起來就是台灣最大的進步 那再說的演講 每次我還是用這句話做解釋 希望台灣因為有我們 會變得更好 這樣就好 謝謝大家 我們來進行全體大學獎 希望台灣有我們就會變得越來越好 太陽星全校課費有益生俊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課費有益生俊 才讓我認識到課費有益生俊 它是由多織菌種 和益生俊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這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課費有益生俊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醫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歡迎您訂閱